拜登這個人有多好釐清呢? 就在選舉前 他要來教育全美國的人 什麼叫做民族? 他說他要來拯救 或者是保護民族 我聽了這個演講 內容基本上跟他上一次說要保護民族 一模一樣 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 就是那個後面一片紅 然後兩個海軍陸戰隊 拿槍在那個地方 看起來跟納粹的集會 一模一樣的那一個 然後他在上面 指控美國一半的人口 全是法西斯主義的那一個 為什麼? 是因為民主黨這一次 沒有任何可以討論的點 所以他就在保護民族了一次 一模一樣的演講 而這一次他沒有說我們是納粹 但是說我們是邪惡的 然後我們是要摧毀民族的一群恐怖分子 但其實就是暗示我們是法西斯就對了 這一次他們的形象有改進 背景不是血紅色的背景 是一個普通的美國的藍色的背景 然後跟一堆他們每天在見他的國旗 在上面他沒有提到任何跟政策有關的方向 他只談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民主 有没有很像台湾的政党的演讲 那些议题都可以讨论 但是不重要 民主命在旦夕 对不对 违在旦夕 那他说那些议题包括什么呢 包括非法移民 健康保险 经济 教育 油价 通货膨胀 你关心这些干嘛 最重要的是民主 为什么不讨论那些政治的议题 因为每一个他们做得非常烂 这边可以问的是 我们有很多台湾的爱民主的观众 可以回答一下 民主是什么 我不是一个政治系毕业的 我大学的时候 拿过一堂Political Science 跟高中的时候 读过Government跟American History 但是如果我记得的没错的话 民主的意思就是 绝大多数的人投票同意的政府方向 跟君主制 寡头政府 无政府 共和制都不同 因为这个制度是一个 没有真正的道德底线 没有对错的一个政府制度 同时也是一个最危险的政治体系 一个地方只要你搜集到 够多的神经病 你就可以有一个神经病的政府 好处就是 如果你的社会是一个正直的 有基础价值的 有真理的人口过半 来出来投票的话 那就会有一个正直的 有基础价值的 而且跟真理符合的好政府 至少理论上是这个样子 那这次的选举 如果绝大多数的人民想要投票给共和党的话 就表示 这是一个民主的决定 也就是说 这绝对不会是一个对民主的威胁才对 但是左派无法了解这一点 Joe Biden不了解这一点 他在这个保护民主的演说上面 重新定义了民主是什么 那一段全是他自己在那边胡扯 民主没有这么伟大 民主就是一个纯粹的政府体系 一个政府系统而已 民主不是什么 我们怎么看世界 民主不是什么主义 思想或者是生活方式 Joe Biden在台上形容的 不是民主 他形容的是跟 很多被加州的好莱坞 侵蚀的政党的思想一样 他形容的是 后现代自由主义 Postmodern liberalism 后现代自由主义 就真的就是一个思想 一个主义跟一个生活方式 事实就是 自由主义跟民主 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是完全不相干的 用投票来决定 少数服从多数 多数尊重少数的方式 来制定政府的方向 这是民主唯一的正当解释 但是当这些自由派 或是这些进步派的人 在说民主的时候 他们在说的其实就是 自由主义 或是进步主义 Liberalism 或是Progressivism 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在把他们的议程 全部跟民主扯在一起 例如像什么 同性恋婚姻 变性人 全民健保 退休金 全民教育 政府福利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觉得 当人民投票的时候 民主就有可能被攻击 当他们把民主看得 不是一个制度 而是一个主义 一个思想的时候 而且可能会被攻击的时候 他们就会想要保护所谓的民主 他们的民主 现在我们可以在推特上面看到那边说 民主计票时间会很冗长 当天不会有选举结果 在Facebook上面 在左派新闻上面 都这样说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他们看起来好像就是准备要作弊的样子 简单说 他们保护他们的民主的方式 就是彻底的摧毁民主的本质 他们要的民主方向 就是像中国二十大那一种 OK 人民代表大会 里面每一个议员都是 得票率百分之一百的那一种 才叫做民主 而且他们对于选举舞弊 还是非常骄傲的 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 好像在三四个月前 我们报过一篇在 Time Magazine的那个 时代杂志上面的文章 他们是非常骄傲的在上面说 我们就是在选举前 改变了投票方式 改变了计票方式 改变了选举委员会的权利 跟州政府的权利 还有我们是如何 无视某些选举诉讼案 所以才赢得这次选举的 很多人说什么 两千头骡子啊 怎么样怎么样啊 根本不用 他们自己在杂志上面 就说他们是怎么选举舞弊的 只是 为什么他们都已经讲得这么明白了 但是全没有调查而已 所以现在美国的选举会变得很奇怪 如果保守派赢的话 他们会觉得说 我们的思想不民主 因为他们扭曲了对于民主的定义 左派如果赢的话 我们会觉得不公平 因为他们不但选举舞弊 而且还在时代杂志上面 宣传他们是怎么作弊的 简单说就是 现在没有人相信美国的选举制度 跟选举结果 然后Joe Biden在这个演讲上面说 我们唯一相信的民主的方式 我们唯一接受的选举结果 就是左派赢了 因为左派就是民主 保守派赢的话 就是对民主的威胁 如果我们不能一党独大的话 控制整个美国的话 我们就失去了美国价值 所以他们如果这么想的话 选举当天 他们不断的数票 不断的数 数到他们赢为止的可能性 非常大 但是我们还是要尽我们的义务 来去做正确的事情 我们下星期二还是要出来投票